本视频素材来自网络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谢谢 酒杯一喜 时声相随 故事里的琉璃美人终于长出一颗心来 而心外的观众们 也不得不与这个故事说拜拜 这一次 初遇夫妇忠诚眷属 百林帝君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成了全剧最可怜的神 而藤蛇小可爱 依旧是最幸福的火长宠 初遇夫妇甜虐交织的爱恋 让这个夏天多了几分甜蜜与感动 两人的结局自然是好的 虽然过程有点虐 但爱一直在 只是玄机明白的有些迟 说来 曾有人质疑私奉的感情 认为她是天界派来的和亲公主 她用一颗真心消除了战神的戾气 但这份爱过于伟大 不够纯粹 但事实上 私奉就是私奉 而非西玄 因为有了凡胎肉身 所以情自然会生出 就算她抱着度化的态度 接近玄机 但大爱与小爱并不冲突 在琉璃电视剧版中 魔煞星罗侯记都终于现身 玄机的意识也被其吞噬 在看她说的话 与私奉 你就做我的贴身妖奴吧 此言一出 网上炸开了锅 这也太妇了 不过 私奉认识的 在乎的 只有战神与玄机 他跑出劝说嫉妒 也是因为魔煞星身体内有玄机 如他所说 那是玄机啊 因此他不会不管不顾 另外 私奉度化玄机 不只为了三界 让玄机与自己和解 不再抱着怨恨活着 才是重点 奈何 百灵老贼拒不认错 他同意与罗侯记都见面 可悲地理却布下天罗帝王 私奉再度受伤 基督这才决定攻上天界 只是 百灵帝君身为东方大帝 他是超越自然法则之外的神 基督再厉害 也无法找到百灵的真身 那么 此时基督必须要打翻鸿蒙熔炉 重塑天地法则 百灵也就不再被天地元气所庇佑 先来科普一下鸿蒙熔炉 此乃宇宙元气的承载体 如果打翻它 三界将不复存在 一切归零 世界重回 弹古开天辟地时 此举相当于灭世 这当然不是斯凤想看到的 所以你会见到他一人扛顶 此顶因为鸿蒙熔炉 关键时刻 玄机的意识觉醒 他与罗侯记都彻底分离 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人 而心有不甘的元朗 怎么会轻易放过斯凤 斯凤身中的那一件 就是他捅的 这一回 小凤凰的血包已不够用 他完成了救赎 用行动告诉玄机 人间的幸福来之不易 那些他所牵挂的人 不该因天魔大战 白白付出性命 他最终完成了 度己 度人 度三界的使命 而罗侯记都也选择放下仇恨 并用半颗心就活了斯凤 最后 植物鸟睡了两年 才苏醒过来 他与玄机得以厮守终身 一个人说 我来娶你了 一个人回 我等你很久了 再来说说一切苦难的 缔造者百林帝君 他是三界主宰 也是三界的守护者 但是 小编认为 他更像僻逆众生的帝君 为了三界安宁 他把好友罗侯记 都做成一个工具人 百林不想让玄机动情 甚至不承认 自己犯下的错 就是因为他 从来不敢面对这个事实 他偏执又可恨 可怜又可悲 他空有神的荣耀 却无神的胸怀 以至于陷入魔道 请客间满头白发 百林能与罗侯记 都握手言和 私命起了很大的作用 还记得浩晨 曾为玄机种下过新灯网 此处是伏笔 基督如此怨恨百林 是因为爱的有多深 恨的就有多深 袁晓说 有这样一段话 修罗赤裂的感情 延免了上千年未曾消退 其实爱史中比恨多一些 所以 他与百林 牵手共入凡间历劫 是最好的结局 而这些恩恩怨怨 将会是他们前世的羁绊 到了人间 百林必要偿还自己欠下的债 至于腾舌 他在数千年前 便已上了神谱 他说 只有天地和地君 能使还我 在他的认知里 天界就是正道 他常常因天界神官的身份 而骄傲 腾舌看似单纯 莽壮 实际上通透 明示理 且中意气 玄机是他与人界唯一的联系 亦是他不顾性命 也要保护的朋友 虽说腾舌从头至尾 一直站在玄机这边 可他也不曾怀疑过天界 他道 天界做事 自由考量 也许中间有什么误会 然而 腾舌最敬仰的帝君 却用最卑鄙的手段 害了嫉妒 百林消失的那一刻 他居然坐在地上 哭了起来 泪水打湿了腾舌的眼眶 他喃喃自语道 是帝君错了 错得十分离谱 后来 腾舌三年没见玄机 他需要消化掉一个信息量 所谓的正道也许不全是对的 等到想通了 他自然会去人间寻找臭小娘 腾舌这条线应该会按援助走 他最喜欢打架和玄机 而玄机儿子小团圆最爱的是腾舌 因为小团圆继承了母亲的火系法术 腾舌也是火系的 所以两人比任何人都亲密 一家四口 玄机 丝凤 外家奶爸腾舌 与小团圆 这般幸福 也算圆满了 接着给大家安利 长安诺这部剧 这部剧由成义 赵英子就是流离里的东方夫人 韩栋 韩成宇 杨超越等领衔主演 是一个大女主戏 讲述了女主角贺兰茗玉 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 成长为新系家国天下的皇太后 太皇太后 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剧情怎么这么像 笑装密实 感情故事更是扣人心弦 成义赵英子二人 全是一人一生守护一个承诺的 前犬虐恋剧情 太感人了 再加上杨超越的加入 虽然它只是客串 但是杨超越的第二部古装剧 也是让人万分期待 希望长安诺火了以后 成义能更火 小凤凰加油 作曲 杨超越的儿子 谢谢大家观看 更多精彩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